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這裡的題戶非常非常多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個 我現在點哪裡呢? 跟老師報告一下喔 第一個要點哪一個? 創建活動 就設計你的線上遊戲 我們剛剛體驗過的測驗,對不對? 好棒,好好玩 那接下來我們做什麼? 隨機轉輪盤 隨機轉輪盤在做什麼? 就是在做點名的 老師我幹嘛點名? 不是不是 就是點名請學生上台發表 我們平常都用哪個同學 以前我們在學校教授用抽籤啊 那抽籤其實學生覺得有點運氣 很開心耶 我跟老師大概分享一個小小的例子 我太太已經退休 她之前帶的班級 有個學生很優秀 而我在電腦課的時候 我特別喜歡那個孩子 所以我常常上課會點名叫他回答 有一天那個孩子跟我講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不要點我 我突然意識到 即使是優秀孩子 她也不想你每次都點他 那如果你搭配這線上的教學評價就有趣了 來那來做這個 我想點名學生回答 或者安排誰 待會第一號 一號等下上台報告三分鐘 等下換二號三號等等的 我們用隨機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在我的WOW 我們點這個隨機輪盤 就進到這裡來 那跟剛剛操作模式 看起來它非常非常簡單 第一件事情 他說請你給我一個活動標題 你這個主題要做什麼呢? 我是要做班級的點名 對不對? 或者抽籤啊 那接下來呢 你要給我名單 來我放大一下 看一下 最少給我三個 因為要抽籤嘛 一個怎麼抽 最多可以到50個 那這個是把字體變出 那變成什麼? 平方呢?沒有 這不太重要 數學才會用的 來 那我們剛不是下載分名單嗎? 在下載區的這個記事本 在這裡 學生名單按兩下打開來 這是記事本 老師看一下哦 我就把它選起來 Ctrl C 這是記事本檔案 我們回到WOW的這裡來 這裡這裡 做什麼? 點起來 Ctrl V貼上 你就做完了 那你也可以自己打哦 老師 自己打就一個個打就在這裡 所以呢 你把你的班級名單準備好 就到這裡直接複製貼上就搞定了 OK嗎? 那我再加第11個好了 比方說可以自己加字了 好 第11個 打到自己的名字 哦 中文打不出來 接不出來 好 打完以後呢 當然名單不要這邊可以刪掉了 這邊老師看懂啊 複製 右邊這個是什麼? 刪除複製 調順序不需要 因為他本來就抽籤 要調也可以啊 來調我就往上調 拖曳就好了 你看見嗎? 所以呢 等一下我的順序是在高均佑的上面 好 就做完成了 好 所以我們就來體驗一下吧 來體驗一下哦 當然你做 咦? 我們剛沒給題目呢 我再改一下 修改你看得到了 在什麼地方? 編輯內容 我忘了改 應該給一個 怎麼忘了改? 好 這是我們四年三班 四年三班的同學名單 改完以後再來點選 完成 我覺得他這個難度是我看過最低的了 物作最少的 有時候不是你聽不懂 物作記不起來 那來 我們放大看哦 這一顆是放大來顯示 如果在教室進行的時候 你應該要點這一顆 點這一顆 整個畫面滿滿的對不對 接下來點開始囉 好 他說你要抽籤哦 來等一下被我抽到的同學 來上面寫第一題的數學式子 來我就開始哦 旋轉 就這麼巧就讓我自己 哈哈哈 來抽到的同學不能重複 所以這邊有個功能叫做消除 你看見嗎? 所以女同學名單就不會在裡面 我們再抽第二位 這個順序是剛剛我們名單的順序啦 因為他是轉盤 所以其實我不太Cue他的順序 哦吳成佑 來這第二位同學 那你也可以把你要給什麼 譬如說我要請小朋友上台寫英文單字 你把那個英文那個中文寫在這裡 那抽籤 抽到哪一個就回答哪一個 那這是老師的操作 OK嗎? 假設我說水果的英文單字 我就把什麼香蕉、芭蕾放進去啦 然後抽到你就上來寫 現在很多學校很多縣市都有大電視 大電視小朋友可以上台直接書寫 那活動就來來來 那點證就回去囉 欸老師 那我要進行下一個活動怎麼辦呢? 來來來這裡 左下的三個點點 這三條線這裡 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點 恢復 這個繼續點 這個 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恢復來來來 重新開始名單又回來了 OK嗎? 這邊可以點 所以透過這個來轉盤 我覺得小朋友是覺得比較公平 他覺得有趣 來老師看一下 我剛剛點的是 創建活動裡面的哪一個 隨機轉盤 欸 那我們在切完遊戲看一下喔 我現在回到 這邊老師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因為是免費版 他說 你的五個資源 你已經使用了兩個喔 我這邊特別提醒老師喔 老師這個遊戲我不喜歡 我的東西在哪裡? 我的活動 你不要把它刪除喔 你點了就知道了 你看不喜歡的話 假設免費版 你不可以點刪除喔 刪除你只剩四個 你可以修改 但是不能刪 你可以修改 但是不能刪 OK 特別提醒 來我們再改一下這個 我再點進來 我們剛剛說這個遊戲 再複習一下 右邊這裡可以做什麼? 可以切換不同的範本 我現在點隨機卡 點一下喔 那看一下 這是抽布克牌的 來 抽到的同學 等一下第一個上來 點抽取 林正彥第一個 郎晨廷第二個 陳冠廷第三個 來我們看一下原來的名單 在編輯內容這裡 我點一下喔 這先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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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結束 編輯 沒錯 編輯為隨機輪盤 我們原來的叫做隨機輪盤 然後我們還是用原來的 來來來 名單在這裡 OK嗎 這順序其實抽籤是沒問題的 我們再回去喔 我的活動 這裡 要做編輯 現在就看到兩個遊戲 來馬馬老師可以試一下這個編輯 創建活動 你可以試一下第二個 叫隨機輪盤